譬如說兩邊走,一日就縮,一日就繼續, 一往直前,他選擇的是什麼呢? 一條路走到黑,胡立民的政革, 我當時做CID時接觸過平民百姓那些, 可以很挖強的,而毛澤東是其中一個, 所以他就說行不行,你借我,我和你去, 所以他咬住這條路是不放, 從此走上革命的得歸路, 一日是死路,一日是成功, 結果他成功了,這個性格影響他終身, 他風格影響他終身的行動, 也影響了我們中國的國運, 有些是好的,大部份,有小部份不是那麼好的, 我們下一堂是繼續看毛澤東政策,多謝。